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在世界上也是最强的携手之一 但他毕竟不是每个比赛都能赢的 而且这是一个团体赛 是吧 对 而且还是四个人唯一队的团体赛 团体赛的话 他就算科学赢了 如果队友不给力 那也是也不能保证队伍能够晋级 能够取得胜利 是 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盘是因为维甲改制了之后 就是他会在每一次 比如说三四名决赛它是一个番棋战 也就是说我们给大家介绍的 其实是第二局的一个对决 对 在第一局的时候也是赵晨宇对阵科学的主将战 科学是输给赵晨宇了 事实上在维甲的季球赛的比赛当中 科学的发挥并不是很好 他在半局赛的时候输给了丁浩 然后是从而使得厦门队是等于说遗憾的 只能参加三四名的决赛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 虽然科学是中国最强的棋手目前 毫无疑问是这样 但是并不是说他每一次比赛都能成为最后的赢家 事实上竞争是非常激烈的 对 其实茂尔刚才这句话说的对 就是其实大家的竞争真的就在伯仲之间 对 丁浩是00后的小将 没有拿过世界冠军 而科学是 科学比丁浩还大三岁 然后科学是七届世界冠军的得主 但是事实上在这种级别的对抗当中 这些数据并不是重要的 重要的是这盘棋临场的发挥 双方的三千准备 当棋局的进行的到关键时刻的时候 两个人的把控 对 就是这盘棋赵晨宇跟科学 虽然说看上去在名气上不成正比 但是实际上如果其的内容一旦就是有一方 一旦松懈的话 其实也是会让自己有可能一下子就 这个局势就不复存在了 所以也就是看得出现在我们的这个中国围棋的厚度 非常的强 对 第一局的两个人是下了一盘 最后科学在优势的情况下官子犯错 最后输给了赵晨宇 今天对他来说可以说是复仇之战 也是一个救赎吧 如果连续两盘都输给同一个对手 我觉得对科学这样子就是等级分排名 这么靠前的棋手来说 这个不能接受吧 所以看看他这盘救赎之战吧 好的 我们来一起一起来看 这盘棋是科学自黑先行 上一盘他只把一树给赵晨宇 这次他来等于说是换仙了 开始得布局双方下的 可以说是现在比较少见的 两个小幕 然后黑棋来挂脚 分别挂脚的一个前六首的一个歌曲 对 白棋也是挂脚了 你挂我的脚 我挂你的脚 这个是在AI出现之前 是曾经非常非常流行的布局 然后黑棋这部非压也是压迫白棋 从而自己成为后世的一种下法 这个下法就是比较注重于 未来的发展 因为自己是形成一排子力 对外围 尤其对于这一边 是影响很大 对呀 就是好像我觉得 有一种说法 不是大家都觉得被非压了 不是太好吗 后来这个说法又不攻自破了吗 没有啊 这个定势嘛 就是说是在我们的 目前的认知中是觉得 黑白双方都可以下 都是完全可行的 从今一度在AI出现之前 我们会觉得 很多人觉得这黑棋飞压不便宜 因为我们想到二人作为了一个首歌 首歌的意思是 变换棋局的正常的刑期次序 就是我们以前会认为 拆尔是正常的一首 其实这部棋还是有点缓嘛 但是如果把它看成正常的一首的话 那么黑棋的飞压一下再长 就显得步伐有点慢 明白了 从这个角度来考虑 从逻辑上去思考 以前很多人觉得飞压是不便宜的 事实上由于拆尔的问题 使得刚才那个逻辑其实是不能成立的 但是棋手之前有过这样的一个 明白 首歌其实是日语来的嘛 它是一种专门作为一种分析的一个工具 对 变换一下次序 可能反而能更容易分析出一个局面的结果 方便我们进行判断 好 那也就这个局部呢 差不多这样 对这样 就黑棋有外事 然后压迫白棋在三路的底下 然后当然这边白棋也同样有一个飞压的可能性 所以黑棋实在可解就把这个尖起来了 我们可以看到清楚地看到 接下来黑棋在这个下面也有飞压的这个棋 如果你还是怕 如果还是这样的话 大概这个意思 这两边白棋就是这两个头要顶上了 对 这个爱好者朋友们直观地也能看出来 这个肯定是白棋不行啊 白棋就会越来越重复 两个头往里顶的时候 头顶头的一定是特别特别重复的事情 是的 所以这个其实是黑棋的后续的理想图 当然如果黑棋要飞压到这个的时候 通常白棋就不会走 拖现 就先抢大的 要走可能也跳出来或者怎么样 对 再说了 总之这是黑棋的一个布局的想法 不过好像不像我们现在见到那么常见 对 这个格局相对来说并不多见 因为现在下星位的还是比较多 小木的相对就少一些了 对 下出这个格局的也少了 实战白棋是这个贴起是非常大的一手 但在这之前他先做了一个交换 先小面做了一个交换 就是现在这小飞 这不是手脚吗 手住脚上 进而谋途更大的发展 此时我们就会看到黑棋这边是一排 它的正常发展方向是这边 白棋这边也是严谨形的一排 它的正常发展方向也是这边 因此中间一带就是双方 黑白双方势力校长的一个关键点 是有点像天王山的意思 所以时政客杰在这边拆 看起来黑棋想到这个关键点 但这恰恰是赵成宇的一个布局的意图 我们刚刚也讲了 黑棋其实这个局部后续有费压的一个很好的下方 这个当然赵成宇 赵成宇他是知道的 对他肯定不会错过 他不想要让你形成这个局面 但如果说我现在直接贴 请问黑棋下部局会走什么 你的意思他肯定会拖线 对他很有可能会费压这个 你把这个头抬起来 我就压力你这个头 你总是一高一矮 如果你这边特别高这边特别矮 这是没有配合的 是这没发展 这是没有配合的 所以你白棋想要达到一种效果 就是这边头我起来 这边头我也起来 这么发展起来 那这块矿局就会特别大 你方控啊 可是现在又走不着 怎么办呢 赵成宇先手这个 我让你成为一方控 然后我再贴你 你要想成为一方控 我就成为一方控 你要不让我成为一方控 我也不让你成为一方控 你选吧 哎呦这个逻辑 还真的让黑棋有点头疼啊 对啊这个逻辑就是说 现在黑棋发现 好像这边也更大一点 因为我这边也交换过一手 如果我单纯地走 这个这边被你打入进来 我这个棋子就有点无处安放了 嗯 原本没有这两个 那我哪怕再不走 你我一块棋还是很好处理的 嗯 但是我现在有了一个子吧 反而 哎 黑棋这个自身 这个就得管了 但如果你这么走 将来再被攻击 反而自身效率又很低 嗯 所以它就面临了新的问题产生 所以它在这个均衡 就全局的均衡里面 它还是选择就是扩张一下 对 它还是全衡了一下 还是选择搬这个 嗯 白棋搬黑棋再退 这个黑棋退 其实这部局非常稳健 完全是可以考虑连搬的 啊 连搬就是我这里的弱点呢 不重要 不重要 你要是假设直观的一点的说 就是小云说是冲了打吃是吧 嗯 可以直接把这两个子的黑棋吃掉 这是直线计算了 嗯 但是这样的话 我们就看到 黑棋可以把白棋来一个反包围 啊 气掉了 对 你提我两个过 就把这个粘上了 这一排 正好拆到这个 这样看上去 好像白棋 白棋好像这个冲 就这个得的好像不能满意啊 嗯 这个地方木树所得有限 嗯 然后这边还是面临一个样的问题啊 就你把这头抬起来 我把这个头给你按一下去 你抬这个我按你这个头 嗯 你这边总是配合不起来了 但我这边已经起来了 这样黑的也行 那你连搬呢 我就尝一个是吧 连搬的话 一般来说白棋不会吃掉这两个子 嗯 更多的还是会采取 比如说单长 嗯 或者是先打一下 这个下方 嗯 如果是这样的话 其实相比于实战而言 白棋就等于说黑棋管一下 其实我觉得黑棋还是 管一下好吧 嗯 对 我也觉得管一下好 嗯 实战就是黑棋单长 嗯 柯杰这个时候下来非常稳健 黑棋 白棋贴 黑棋在场 哎 这个时候我们就发现 赵成宇的战略意图实现了 嗯 他把这个头抬起来的同时 这个头也抬起来了 挺起胸膛 这边挺起胸膛 这边就变得 这个势力就 效率就很高 很壮观了 被你这样一说呢 孟老师 你就觉得好像白棋一下子变得 这个生动起来了 嗯 嗯 这个布局 嗯 是的 我觉得下到这里的时候 确实赵成宇 他的 至少他的意图实现了 啊 赵成宇他本身就是一位 棋风非常稳健的 然后 嗯 比较注重于大局的棋手 嗯 这样的一个格局 也恰恰是他非常擅长 而且非常喜欢的 嗯 那现在就是白棋呢 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嗯 看黑棋怎么样子来应对 嗯 柯杰的意思是 你虽然把这个头抬起来 但是我挤一步一个脚要 我拐着 中央拐头力挖千军呢 嗯 我还是限制你 你这个地方 你要想要围的话 你还是得划手术 但这样的话 我这边是越来越大 因为白棋在挺头的同时 这边也 对 送了很多 也付出了 嗯 是 这是柯杰的角度 嗯 他的想法 但是 就是这个局部来说 嗯 以目前的定论来说 白棋坚持到这里的时候 白棋是还不错的 嗯 因为这个地方就是黑棋为了保卫这个地方的失控 这边就 不得不让白棋去搜刮一下 嗯 好像感觉上还是付出不少啊 对 同时这个地方黑棋又不能让白棋走得太厚 因为如果白棋这边没有任何破绽的话 这个拐头的价值相对的没那么大 所以黑棋始终也 这个局部有一个矛盾点 就你如果是着重于照顾实地 上面拐头的价值就小 嗯 如果着重于他的 后包 针对他的保卫的话 嗯 你的失控就有所损失 损失的话 这不起的效率就低 这两者之间现在产生了一个矛盾点 就黑棋应该是做怎么怎么样的取舍 嗯 这就是一个很很微妙 很对 但是对黑棋来说也很头疼的问题了 对 这个孟老师给大家说的其实非常详细了 嗯 那如果比如说孟老师黑棋选择味道好 那就是利是吧 嗯 利一个就是最普通最简单的下法 嗯 但这样我们就会发现 这个沾白棋引引地成为了一招先生 对呀 这个搬出来我也不知道怎么硬啊 这搬断不了了 嗯 断被吃了 对 这肯定是不行的 对 好 这下人这样太爽了 但是呢黑棋怎么补 利这个也不是 但我也不能退这个 因为这实际损失太大了 嗯 味道好 是 但这个损失太明显了怎么办呢 我干脆我争个先手算了 嗯 搬一个 搬一个 黑棋的理想图就是白棋挡黑棋再吃一下 这样的话我先手等于说把这个地方护住了 同时你这毛病你还是没有补住 对 将来打拔算理的吧 这无所谓 对 但是你落了一后手了 这个黑棋太满意了 嗯 我可以争先走别的了 嗯 但是呢 就这个局部之所以说是白 有 目前的定论 目前的结论是白棋还不错 是因为白棋现在可以搬出来 嗯 这个搬是让黑棋这个行里面很难受啊 是啊 首先这个地方如果你退避三舍的话被我粘出来 这个问题迎刃而解 嗯 这边还被我冲垮了 这黑棋肯定不行 所以第一步其实必须要断 这是肯定的 嗯 但是接下来怎么办 嗯 这个问题就是如果想护住木的话呢 可能是要退一个 嗯 这样的话我们就看到这栈又成为先手 对 而且我还可以先不走 对 这个味道还很坏 嗯 然后底线木呢 我还是得到了一些 嗯 我先手不住这边 你这个价值又小了 这个矛盾点黑棋没有解决 怎么办 实战科解决吃了一遍 嗯 这也是局部的正常应对 但是底下的木树就会很损 嗯 实战像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地方就是说 由于这个有爬椅的存在 你就还很恶心 黑棋这边没有很饱满 而白棋的这边木树很扎实的同时 下面也至少有很大的潜力吧 嗯 整体来看白棋的确是 嗯 取得了不错的结果 对 感觉白棋便宜了啊 嗯 在这个局部这一首棋的时候 嗯 如果大家非常有追求 就说那我这棋不能往前爬吗 这个又是好问题 哈哈哈哈 我现在爬你呢 这个问题就特别特别难 你明明知道的 为什么白棋不爬 赵淳宇时代没有选择 而选拐吃 对 如果爬跟黑棋挡交换 黑棋白棋再拐回来 嗯 白棋这下交换明显便宜了 嗯 因为外围你还特别不好 嗯 但是事实没那么简单 此时黑棋可以反冲 嗯 这个是先手啊 挡住 我再断一个 哦 那我 因为不能让你这个人先手吗 嗯 那我只好这样 那这边你就漏拉 就说随便打断你 这边你就抵挡不住了 嗯 就这边的毛病被我放大了 而关键这边我回来搬的时候 你还是只有拐回去 嗯 这样的话 这个冲断黑棋会得利很多 等于我平白物被你这个交换到了 是的 嗯 所以这个地方的毛病 使得赵淳宇时代 只能拐回去 嗯 因为在这一瞬间 黑棋有冲断的好手 明白了 也就是在这个瞬间 人家不会先搬的 对 人家是先冲断的 是的 断哪边都可以 断这边白棋也很难搬 对 吃了好单爬一个 那是啊 这个 快多了 但是祥云 我想有一点你是不知道的 嗯 这个问题祥云老师 是 是 是 显然是能意识到 他是一秒钟就能意识到 这个地方有 由于有冲 所以白棋没有拐 嗯 但是有一点 祥云老师没有意识到 嗯 难道还能不挡住吗 就是 AI认为 这棋应该爬 啊 真的 原因是在于 这时候不挡 你说对了 搬起来 我问了一个 这么深奥的问题啊 对 这个问题 就是说 时代问得太好了 好到了 这个 就是 就是 故事的背后 还有故事 嗯 这个是我完全 出乎意料之外的 对 那我们又要学习一下了 对 他认为 黑白棋 最好的下法是 让你下了 我觉得这边更大 然后我再轻处理这边 但这个对于人来说 太难了 因为这个 充垮的价值有多大 这个不是木树的问题 就完全关心了 后往的问题 当然白棋这边的收获也很巨大 把黑棋全都破光了 嗯 这就是 这就是 你看你个人能力 你的判断问题了 到底哪边价值更大 我只能说这个AI 它的想象力 让我太佩服了 嗯 我觉得人好像 没有这种想象的空间 就是觉得说 我这个冲都能 不挡 对 给冲下来啊 也还觉得 就是这个棋 还是很有韧劲 就是没关系 继续去发展 后面的下法 对 这个是一个 我觉得有点震撼 对 我觉得你刚才说的 认劲特别好 他 这不挡了他 他灵活 他非常的灵活 转过去了 嗯 这个对于人类来说 如果人类能够具备 这样的一个 灵活的思维能力的话 那么这个人 无论干什么事情 都会非常非常 非常非常强 嗯 这不是说围棋 体现在围棋水平的问题 这根本 围棋水平根本不重要 重要的是 他具备这样的灵活的思维能力 这个是 太厉害了 真的 哦 原来这个爬背后 隐藏了这么多的故事 这个是没有想到的 是的 嗯 当然了 这个 我觉得确实非人类所能 所能 对 就通透的 实际照射影还是吃过来 即使如此 白棋的结果也是 也是非常不错 满意的 嗯 主要以后这一爬 我觉得黑棋这就 干枯了 对 但是黑棋现在也不能拐了 拐的话实在太 太夸张 就太慢了 嗯 实际上就大费 对 去争取外面吧 对 白棋挂脚 黑棋立刻 夹击 嗯 现在黑棋 科学的意思就是 我们可以看到 它这个棋 全都走在外面 对 它着眼于未来的发展 嗯 那么白棋就实体很多 这个时候 从白棋角度来说 如果我是白棋 我会更多的 会去针对性的 去限制黑棋 嗯 对呀 嗯 走哪是一个问题了 就是我可能会点脚 或者是 比我 或者大飞 这个都有可能吧 嗯 这个棋 是不是就是一种 就是让他这里 跟这里不要呼应 对 就是让黑棋 全局尽量的 不要让他呼应起来 不让他配合起来 大概是 如果我是白棋 我可能会这么选择 嗯 但实际上张成宇 是没有 没有忍 忍住这个 对实地的诱惑 确实 这招也真的 当你看到他 那你觉得 也能理解他的诱人 嗯 对 他确实实际价值非常大 嗯 可是好像在现在 这个空旷的局面下呢 嗯 还是略小一点 嗯 我觉得这部棋 至少是科学希望看到的 哦 这样子分析 他肯定不怕这部棋 嗯 因为他已经放弃了 左边的黑棋的发展 他也觉得这边 已经不是最重要的 嗯 那你走到这边 从黑棋的角度来说 一定是希望 对 其实这样子想的话 也真的是 就是他就不走了 对啊 因为黑棋再走 这几部就像黑棋 实在是目入他爱所呢 就被白棋先生为 嗯 所以黑棋的角度 他确实没办法走 那既然如此 白棋为什么一定要走呢 没错 所以黑棋放眼于 在这边 对 嗯 黑棋得以抢到先生 走到上面的舰艇 对 就真的 这样的话 黑棋整体 他就可以发挥了 因为我有攻击 我有目标了嘛 嗯 我觉得白棋好像 上面有点就是偏 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着重在这边的 子力太多了 是的 嗯 过于强调 这一代的 对黑棋的破坏 和自己的扩张 嗯 当然了 就是还是 这部棋实际 确实挺大的 值得 可以理解 尽管他可能 不是最好的一手 接下来 然后张神 继续贯彻意图 去捞地 我觉得从一开始 他的战略方针 就很明显 这般其实我就是 上来要先捞 后洗 嗯 我 我期待着 接下来的战役 把你的潜力 洗光 洗掉 嗯 这样的话 我就可以凭借 自己的实供优势 获胜 大概他是有这样的一个 赛前的一个部署 嗯 不过 我其实在自己 赚得便宜的时候 我觉得 嗯 这个下法 也是略显极端 对 我也是想这样说 就是把对方 也逼得无路可走 对 本来你时空就领先很多 你现在再捞一票 那白智一有什么办法呢 那这两个字 我就当你已经死掉了 嗯 反正白智一 如果是这样 干脆地弃掉的话 那肯定 也没什么好的 嗯 毕竟你这两个字 就无疾而终的话 那这个黑智效率 还是很高的 嗯 那黑智实在 也就是因为这样 所以才选择了 靠一个的下方 这部棋的用意是 其实我们大家也可以看到 这个白智把这个脚点了 如果外围全是黑智的 白智肯定是不便宜 对啊 嗯 也就是说将来白智 还是有跑的可能性 这是上面 下面的话 我逼出彻底的时候 下面有各种拖 等等的味道 那么这是让黑智很烦的一手 对 这个味道是 对 不知道该怎么补 所以这部鞋 其实它是在扩张自己的同时 就扩张上面的同时 也是防止白智的讨厌的手段 嗯 就是等于它想先手 把这效率高地补起来 对 嗯 实际上白智搬 黑智就退 如果此时白智要立下的话 那黑智就接着拐 我就 我其实我这一代 木树的收获并不是很大 但是我对后保的收获 潜力的收获太大了 嗯 你如果这个头不长 我打过去 那中复浩瀚的宇宙 就归黑智了 对 这个一下子就感觉 黑智很生动啊 对 但是如果你走这个 我这边再拆一拆 你这边正好被我给限制 其实黑智 这个策略上讲 也非常合适 就是这边也走到 这边也走到 对 嗯 所以就是科学 这不是靠下的非常高 这不是靠一个确实非常高 因为如果你单纯逼住的话 那对白智没有压力 对 厚实 对白智脱身就好 走别的也行 嗯 但对这部学有压力 有压力之后呢 第一个自己更加厚实 第二个揪住你 把你纠缠住 你怎么办 嗯 就是非常紧凑 紧凑 是的 这个地方吓得还真的是让白智 可能有点头疼啊 是啊 嗯 所以现在白智应该怎么办呢 哈哈哈哈 这地方又给大家留下了一个好的问题 我们呢可以再稍事休息一下子啊 大家利用这个休息的时间的思考一下 现在的局面 刚才孟老师也给大家介绍了 有一点点的对于下一步这个应对的困惑 大家可以来考虑一下 稍事休息一会儿见 好 欢迎大家回来 那么我们继续呢 为您带来柯杰对赵晨宇的这一盘精彩对局 刚才呢 我们也是给大家留下了一点悬念 这个时候白智怎么样面对柯杰非常积极的这种应对呢 我们一起来看 黑棋柯杰在上面靠了一腿 这个地方是非常紧凑的下方 如果白棋立 这个局部白棋就会被黑棋揪出 A B两点 黑棋必然走到一边 如果白棋沾上 同样黑棋也达到这个目的 我限制了你这边的 至少缓解了你这边的压力 同时我在拆到这边的时候 我对你脚上还有所涂 如果你接着再走 那我两边我都走到 所以对白棋来说应该怎么办呢 这白棋的压力其实也挺大的 赵春宇实际就贴 他想要在中间 在上边先抢的先机 黑棋扳 相应的当然 黑棋就在底下去 获得扳一个的便宜了 这张棋非常舒服 实际上赵春宇退了一个 对 他扳起来 这一步棋黑棋的实地的收获 就非常大了 在下面也在捞取大量实地 同时这个地方搬一下 也限制这个脚上的实地的 在实地上有很大的便宜 这步棋 所以可以说像这样的时候 由于白棋过于贪恋实地的原因 可以说黑棋这一代 成功地挽回了之前的损失吧 主要是他还是一个配合 就是中央隐隐约约 总觉得黑的 就被黑棋控制 对 因为我们现在来看 这白棋这两颗棋子 真的是就可能没有什么价值了 如果没有什么价值的话 那白棋这个局部就只活了一个角 还搭了两手棋 对 就是比较担心的是无忌而终 对 效率上明显是黑棋子高的 因为就白 我没有吃你 你就自己死 你自己已经送到我嘴里了 我有什么办法 是 而这部棋 我们不仅是获得实地上的收获 关键是极大的加强这个厚薄 没错 他现在是回到这儿守了一个 对 白棋的意图就是这边 我上面上压一下 这边我还能守回来 不过无论再怎么说 这个棋 就是黑棋 这一代 我觉得科捷这部靠一个下的 确实非常好 此时再回到这边 挺好一个 虽然这个牌 白棋明显便宜了 但其实 心态好一点 这也算是白棋的权利吧 黑棋也可以接受 然后就是说 接下来白棋怎么去处理 现在又面临难停 我就觉得这个棋 这两个子 其实是整个 就是白棋到现在为止 形式的比较重要的一个 就是紧急关头的感觉 就是说这两个子如果就死了 刚刚孟二师也说了 所以不能接受 但是跑出来吗 好像大家也感觉 这个棋有点太 就是太 太把自己的这个 对 就是好像 自持力大的一种感觉 对 白棋这两个子肯定不能硬跑 因为硬跑 就违背了之前点脚的意图 微微的初衷了 但是如果无疾而终 一定也不行 因为那样的话 黑棋效率太高 所以白棋这两颗棋子 它必须得是 有尊严的死 是 它得死得其所才可以 对 要把它想办法 要误尽其用 对 这就很难了 这也是为什么 黑棋要加强这边的原因 就是让你 我就是要让你无疾而终 是 我就看到这个棋 就觉得很头疼 真的怎么办呢 其实我第一感 我可能是这种 比如说冲一下 你要点一下 在上面点一下 看看黑棋怎么下 我肯定是这边吧 我不知道我是小尖 还是小飞 就是黑棋也不肯粘 我们就会发现 黑棋也不肯粘 因为粘的话 我就比较轻了 我比如说 随便下摆 比如说随便大跳 你大跳就不错 是吗 就是我越吃越小嘛 对 你给吃 你要划手去吃 那我就可以说是 死得其所 但如果你不滑 那我将来慢慢走 我慢慢再跳 这不就 对啊 很不错 所以黑棋肯定不会粘 像小云说的 可能会飞起来 我要再这么跑 我自己没价值 你就扩张 再扩张 这边围得很大 主要是对黑棋 没有任何威胁 对 所以这一代就 有点微妙的地方在于 就是黑棋不会全力去吃你 但如果你什么都不走 他最后真的就误解了中了 哎呀 是 怎么办呢 赵沈云实战是 等于说做了一个轻处理 上面靠一下 看起来这个支柱棋 怎么这么激烈 就直接靠上去 实际上他背后 已经做好了一个放弃的准备了 这个好像也是一个 无奈之举吧 算了 就是一种算了的态度 对 从这个旗形上看 这部长也是很明显的 就把白棋两边分割 白棋两边无法连接 没有配合无法连接的状态 是的 当然有了这两手交换这两个 就彻底的清了 白棋等于上面多个籽 让你吃了一个算 他做了一个轻处理 然后立刻在右下 点了一招 这个我们已经有点 跟不上 就是眼花缭乱 对 想用这个眼花缭乱来形容这招 因为如果在这个空旷的地方 我们可能就觉得 就是头子 就是在中央分头一个 就可以了 走到这儿 那他莫不是对人家还 就是对黑棋间 那个那么结实的地方 还有所企图吧 我们可能大家会跟我有一样的想法 对 怎么点到这儿来了 这双棋 什么情况 小尖在我们的认知当中 应该是很厚实的棋戏 对 我居然 在你这个地方 我点了你一下 这部棋实在是太 太有攻击性了 可以说 那实际上黑棋当然压了 就这是很正常的想法 是 黑棋 白棋难道要把这个子强行都拉出来吗 不是的 是让白棋搬起来 原来这部棋 是白棋的一个幌子 如果此时黑棋直接断了 那白棋就弃了算了 白棋就沾了算了 这部棋原来是一个宜兵 是一个 是一个 江山鱼是一个调子 对 是一个假人 用我们的话说 是一个假人 他派了一个假人 让你去吃 这个很有趣 这个你吃掉了一个 只是一个 我设计的一个稻草人 我走成这样之后 比如在大跳 或者怎么样 我限制你这边的发展 这个是 赵神鱼他的意图 对 我觉得如果走成这样子的话 白棋是高高兴兴的 然后我们现在再回过来 看这两部棋 如果此时黑棋拐 白棋挡 黑棋断的话 假设是这样 这个还起到了 影针的作用呢 大家看 对 有了这个子 我就可以把这个子给吃了 没有的话就吃不掉 所以我们看赵神鱼 他其实是很有想法 他其实很有想法 对 这个好像又下次变成了一种 好像组合拳 对 某种连气 对 所以棋手的思维很有趣 你有可能看不懂它 到底想干什么 但是你看到这一部棋 不一定能明白 但是它一系列的棋 隐隐的 它是有某种连接的 这种连接 很微妙 也就是说当被这一班的时候呢 黑棋是没有办法去 或者说是也不能主动去钻这个圈套的 对 我是不想钻这个圈套的 除非我有其他的地方 我可以去 比如说欺凌你一下 或者是赚取一定的便宜 是 比如说你开一个圈套 你想让我套 但你得给我点好处 我才能进去吧 咱俩就 其实像是一个谈判的过程 是 所以在白棋班的时候 现在柯杰就来跟 赵生理谈判来了 所以我说 柯杰说 我先这边 我想让我钻这个圈套 可以 那你这边就得付出一定的钞票 什么意思呢 我现在就是想取脚吗 对 如果你给我钞票 就实际上一个 如果你不给 你就立一个 因为这个底下的钞票 实际就相当于钞票 立到这的话 这个地方等于说还是有漏风 你长的话 等于说是底下 双方都已经守住了 没错 实际上你就长 那这样的话 还会一些黑棋呢 黑棋就顺理成章的 把这个子给要 给多 给多少 其实我们可以这样给大家分析 就是如果你是先断 就是次序 如果说我们一旦把它交换完 对 就无论怎么走 你再见 我不会往上走了 我会往下走 我甚至脱线了 这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柯杰先问对方 这也是解决问题的一个非常好的办法 就你要是给我钞票 那我就算了 那在谈判等于说达成了 你不给的话 那我也有相应的对策 就是黑棋就绝对不会断这个 对对对 他就可以已经把自己 稍微走厚一些了 对这个时候 如果白棋真想力 我不知道柯杰会走什么 但我估计柯杰可能这种旗 都很勇敢往上上 这个我也很想下这里 对就是我压迫你 我紧凑地压迫你 跟这个意思是一样的 从而我谋取的是 对你整体的攻击 对 对 这是柯杰的意思 这是谈判官来了 这时候你怎么样 你要不要给我 张顺杰说好吧 那达成协议了 可以再断 但这时候张顺杰说不对 我这个是假的 你以为我给你谈判 不对 我要 我也带着谈判官 我问你 你要怎么选择 这个地方就很有意思 这个双方你来我往 如果我就不明就里呢 如果你要这个 就是刚才我不给过你插票吗 你就还是觉得这很重要 那我这边就有二楼翻打的好戏 这么凶吗 是的 长 然后再断 我能争掉你吗 假设你争 我们再回过来看这不起 我就发现这个地方 这不起又起到了 引证的作用 哎呀 正好到这一打你一跑 这个就发生作用了 对 正好争不掉 对 这不起 原来赵顺杰这靠 第一是他把这两个看清 第二他居然有 跟右下角居然息息相关 已经有两个图有关系了 是 让我们觉得那算得也太远了吧 所以真的很恐怖 这是一个很恐怖的事情 对 这个只能说明 赵顺杰与人民骑手 确实是 让我们在这个地方 也有了一些 对他的新的认识 对 他很有想法 在这个地方的想法 真的是很棒 真的很有想法 吓得真的是让人 就像我这样的情绪 本来就比较容易 那个激动的那些 我就看到这里的时候 我自己会有感觉的 自己会有情绪 很想给他鼓掌一下 对 就是因为我好坏不谈 骑的好坏 是更抽象的概念 但是骑的意图 当你意图的时候 就像是音乐 当你碰到支音一样的感觉 就这首曲的 《笑傲江湖》 许阳和刘正峰 就能够心意相通 是这样的感觉 所以当看到这里的时候 我觉得他的思路 你看大家发现 这个孟老师已经要热泪 已经旷了 很有感触 对 就是真的 骑的共鸣的感觉 出来 就是围棋的艺术感 是的 很有意思 大家这盘骑没有白看 所以这个时候 他也派了谈判官来 对 几一个 看看 考验考验你 所以这个超调不好要 没法要 没办法 可惜那就只能转换 这等于说 其实赵志宇真是意图 他不想放弃这个超调 实际上等于说 就要这边 那黑棋当然也只能 走这边了 双方在此 达成了一个转换 白棋吃了脚 白棋在脚上打霸道 但这边被压过来 平行人论这个棋 好坏来说 白棋可能不一定好 对 那是啊 那个柯杰也不是那么轻易 就会让你得利的人 对啊 你这边虽然获得超分 但这边其实更大的损失 整体的黑棋 整体的全局是有配合的 对 这一点 我觉得 我个人如果 纯判断棋来说 这个棋 我觉得白棋不便宜 当然从心情上说 我觉得赵棋他的意图 我觉得我领会到了 他的心情意图 就是你从感情上 特别想给他加分 但是从这个实际效果来说 柯杰也应对的挺好 对 大概是这样 特观的说 黑棋还是不错的 实际上就是这样 对 大吃 白棋搬 这个是决限 最终他还要回到这边 来去处理这个三个字 跳出来 黑棋照住 就是白棋黑棋是 从棋的角度来说 确实有点苦 这棋 就被搬进来 断的话被顶 这个时候这块 这五个子 白棋基本上算是 一个要放弃的状态 这个叫做 比重我寡是吧 对 这五个子在 被黑棋的笼罩之下 确实想生存是很难的事情 而且就算 委屈的真能活 可能也要伤脚 伤到无数的地方 所以就只能弃则 所以从棋的角度来说 这棋 白棋可能确实不太好 这个也是 围棋我觉得比较有魅力 或者说有矛盾的地方吧 就是我们在欣赏它的艺术感 可是这个艺术感 就像很多棋手 喜欢失控一样 就是 还是不能当饭吃 对 这个东西 因为围棋毕竟还是有胜负的概念 所以固然它很美 但是最终 如果从 在竞技场上 还是要与胜负来说话 没错 这个地方 白棋那舍弃了自己了 对 就有点像这个 断尾求生的意思 这尾巴 也未免太大了点吧 就是全气了 对 就全气 没错 实际上就全气了 再冲下来 然后就把这个 五个子的尾巴给去掉 当然本来 本来只有三个 现在变成了五个 对 然后黑棋护 就是黑棋的 每一部棋都是 很自然 像我来说 而且价值很大 对 所以这是黑棋的 行棋的美 是自然之美 白棋的美 就是艺术之美 给设计了一下 对 你看白棋搬一下之后 这个地方 也面临着一个 度过的问题 怎么解决 白棋先问 你打吃 那可以把我打死 但我得到的是 这个瞻 先手度过 就是解决了后顾之忧 我很有艺术的 先手度过 但我的损失 是这边彻底全走 对 就没有回家了 是艺术和竞技的两个 不可避免的 不可避免的矛盾 的地方 然后像这样的时候 其实 虽然很美 但白棋形式 已经很不好 这也没办法 主要还是因为 是不是黑棋 刚才就是 白棋算是吃了脚 但是小一点 外面还是被 黑棋大局上得了 对 还是 艺术最终 在竞技场上 还是 不是什么时候 都很美的 还是要发挥 它的作用的时候 最美 是吧 对 黑棋吃 实际上 黑棋把这个字给提掉 也是先手 白棋打也有 很有强行的意思 就最终 我们理性的分析 从这个点开始 白棋获得的是 下面的利益 黑棋获得的是 这一代的社会 哪个更大的问题 对 我觉得 这个不言而喻 其实还是挺明显的 然后 所以黑棋其实 已经站得了上风 然后黑棋接着再点 其实科学的棋 也是非常有 非常有想象力的 非常 非常好看的 你刚刚跳的 我打完之后 我立刻来点你 什么意思 就是说你这不是 要唯控 对不对 那我就让你唯控 但是 你唯吧 我可不就唯吧 那我就顶 那我就打 那我再扳 你意思就是让我难受是吧 对呀 你不是想唯控吗 我成全你啊 那我肯定还得走啊 走吧 战人主 好 有这三手交换 白棋围主 虽然围主了下面 但是这三手 对中间的影响也很大 这是黑棋的收获 嗯 这等于说黑棋中间围的 可能要比白棋底下围的 甚至要大 将来就很有可能 反正总之白棋 肯定是就是被限制了嘛 对 对 对很委屈 还是要付出 为了唯控 很委屈 是 这恰恰照上 又很不希望这样 所以实战就很矛盾的一点 就是白棋实战 又没有走 嗯 所以我们能理解他脱纤的心情 嗯 但从棋的角度来说 跳一下感觉也没什么便宜 对 这个被冲下来了 还是眼见得太大了 是的 那白棋是先提了一下吗 没有 它是扳了 扳了 对 这个 钻 黑棋贴 这白棋 黑棋这个扳也很巧妙 就是反棋子 所以 就是我其实可以吼进来 但是没什么意思 嗯 我反而让你断死我了 然后保留各种味道 再回到这边贴一个 就是客棋的起来很有意思 嗯 到底是想干嘛呢 它为什么先送一个再脱纤呢 它让白棋反而不好补是吗 嗯 不好补 实际上白棋先长 让客棋飞 嗯 这个木树很大 这个地方特别特别大 长我觉得白棋可能 也不如往下倒 实际上就是白棋要上面 底下就归黑棋了 嗯 那黑棋 白棋是个先手 嗯 踢一下 贴 好 贴 黑棋长 这时候白棋就面临补的问题了 但事实上补一个的话 就相当于是 黑棋点的时候 白棋跟着走 对 是的 嗯 然后这边白棋好像也没什么便宜的 实际上就补这个 黑棋就跟着 就跟着靠 嗯 我跟着拿捏你的棋型 这个棋型始终是很差的 然后粘 然后我就拐 嗯 就我始终瞄着你这个地方是有问题的 你始终是有问题的 好像因为这个长鲜的时候有断 这气也挺紧啊 对 气是有点紧的 但是不见得有棋 但是你始终特别恶心 就是如梗在喉的感觉 就这总是很有问题 嗯 断的话你只有管匀 否则就被我冲下来了 然后我尝一个你只有力 这都是几乎必然的 我其实局部来说 这如果我上面你只有两气的话 粘成这样黑棋白棋是死的 对 但是现在你可以延弃了 嗯 就是这个味道还是很坏 嗯 白棋可能尖小尖之类的 这地方 走不好可能要死了 哦 白棋之前可以先沾一下 但是这个地方沾还沾不着 像白棋真的还不是很好处理 只有加一个 嗯 加一个可以 那加的话 冲再冲 哦 白棋可能还是不会死 嗯 但是这个地方味道就是非常非常差 对 嗯 有些用 嗯 从后来看这个时候 白棋可能可能只有虎进来 这样的话胜负上有一症 但是实际上张春莹还是决定补这个的隐患 哎呀 是 他觉得这儿被断吧 不好下 嗯 但是这个被一吃呢又动不了劲了 对 当黑棋吃到这里的时候 就是这盘棋从 从点一个开始 我们可以看一下 点一个开始 当黑棋回吃到这里的时候 其实白棋这个角上 由于这个底下的存在 这提一个至少是黑棋先生 白棋还得补回去 嗯 木柱上白棋没有收获 这边已经死进去了 嗯 然后这该死 一些计策 但是并没有影响到科技 对 有一点点很花哨 但是这个技术动作不一定实用 嗯 至少这盘棋来看 其实是 没能在 在胜负的角度来说 没能取得好的结果 嗯 是 因为现在的这个局面 孟老师 你说是不是其实 其实黑白双方能发展 或者说能挖掘的地方 确实也不多了 对 不多了 接下来就是官子的争夺 木术的争夺了 接下来就是白棋 粘到这里的原因 第一个是补这边 当然也没有补得很好 嗯 另外一个就是 这个袜粘成为先手 白棋黑棋的气会比较紧 嗯 挡住 对 但是挡住之后 其实这个地方 白棋的木术锁的 也不是很大 先手的价值不是很大 嗯 然后你拐 我扳 由于你自己的缺陷 对 就好跳 你还不能扳 还这么跳 我尝 这个没有任何问题 看起来味道不是很好 但实际上 没有任何问题 嗯 白棋甚至只好 在这么唯恐 是 像到这里的时候 其实从胜率上看 白棋 黑棋胜率已经99% 哦 那这样说的话 这个棋好像已经没有 什么可争夺的地方了 嗯 因为一般我们认为 90以上好像这个棋 已经就 胜负啊 相对来说 已经没有什么大的出入了 对 嗯 最后白棋的 其实败招来看 可能沾上算是吧 就是还是应该抢控 这样的话 还能维持一下局面的 这个 的悬念 嗯 对 那我们最后的时候 再给大家判断一下 嗯 点木吗 嗯 好 这个时候的木树上 大概白棋这边 五木棋吧 整体 15 25 30 这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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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难数 1234567 大概7 37 嗯 打了打了提料 肯定是先手 将来还得收回去收回去 37加这个五木棋 42 嗯 然后这边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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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15 16 18 28 三十二 那边三十 那这块棋显然非常大了 这块二十五木棋左右 对 好像这个差距也是一目了然的 所以其实像这样的时候 虽然艺术很美 但是最终科技还是用自然之美战胜了赵春仪 对 好像我这样子看上去并没有什么 就是白棋 就是说在开局除了有这个 就是当然思路上很多地方都下得很好 除此之外 好像确实是让人感觉实力上 好像还是有一点点差距的样子 这个没办法 维棋有非常非常多抽象的判断 这个不是显性的问题 这是隐性的 这要靠你平时对棋的理解 不断地积累 最终形成 对于这盘棋来说 科杰还是占据了上风 是 那么科杰他们这盘棋的获胜了之后 其实两个队也就打成了一比一平 最终三四名的决赛 其实还一直要再多加一轮 才能最终得到最终的名次 也这盘棋就是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下次有机会再为大家一同来介绍棋局 就到这里再见 大家再见